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有分成英雄级和传说级两种等级 当你制作出英雄级之后 你就是开出来 保底就是英雄级 但是有几率会往上开一阶 就是你有几率开到紫变 那传说级的话也是一样 他保底的话就是出现紫变 但是你有机会直接获得金变 那当时之前韩版 有一个玩家他身上没有红变 没有紫变 但是却有金变 原因就是因为他买了这一张 让他欧洲运爆发 然后他就开到了 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技能的调整 跟技能的新增 那小编这边的话 用之前韩版的这个资讯 给大家看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王族的部分的话 新增帝国召喚这一招 他可以复活画面中一位血蒙成员 那后面是他的小好 大家自己看 那骑士的话呢 新增了狂袭的技能 他发动之后就可以变成 1.5倍的伤害 但是这个要注意一下 他必须要装备双手剑 然后反击屏障的部分 他有做调整 调整了这个发动机率 增加 然后再来第三个 妖精的部分呢 是新增了灵魂屏障 这一招是当你HP低于10的时候 他会用MP去吸收 所受到的伤害 简单来说就是用MP去挡HP 然后调整了一个技能 是魔法消除 以前是降低对方的MR嘛 那现在降低量又再提升了 然后下面这个精灵域的话 大家先不要看 这个是韩版当时候做的调整 台版还不确定有没有调整 再来第四个 法师的部分 新增了狂暴数 那他这个的话 就是近距离伤害加2 然后近距离的命中加8 但是哦 防御是加10哦 也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防御是150的话 放了狂暴数之后 你会防御变成-140 原本是-150变成-140 防御是下降的 那这个的话主要可能就是用在打人打架的部分 然后在黑妖的部分呢 是新增了一招叫做露西法 这个的技能效果就是降低伤害5% 这个这招基本上非常实用 然后再来枪手的部分是调整了精神集中 这招魔法的效果 它的效果持续时间延长到184秒 就是超过三分钟 然后再来龙斗士的部分 我们直接看台版这边的说明 龙斗士的部分 龙之护凯跟致命身躯这两招 调整成被动效果 也就是说他不再需要 花费这些技能的材料 他就可以去持续去使用 有这个技能 那龙斗士的夺命之雷 他的技能时间效果提升 然后成功的几率 就是你绑到对方的这个几率也就提升了 那以上的是技能调整跟新增的部分 再来第三个是称号的部分 称号的部分的话 它是每天跟每周完成指定条件 累积积分之后 你就可以去获得对应的这个称号的效果 然后我这边有帮大家去整理 大家可以点这个网址进来看 就可以看到了 看了一下 那我们就直接来给大家看 我们举个例子 幸运的选择 这个是他的称号名称 那他的内容呢 就是你去消灭世界王之后 你只要是最后一刀的 最后一刀把它干掉的 你就可以获得一分 那每一天获得最高分的 你就可以获得这个药水恢复加一 那死亡骑士这个也是一样 你去消灭时期 最后一刀的话 你就会获得一分 那他的负重奖励是加300 那这个是每天重置 这个也是每天重置 那其他的话就是每周重置的 那这个效果到时候台版有更新的消息的时候 我们再来讲 现在这个话是海版韩版的消息 那基本上是不会变的 然后这个称号的话 他显示的方式跟以前的这个不一样 以前的称号 以前的称号是你可以自己去制定 那天堂M的称号是系统给的 像刚才有一个叫幸运的选择 那你获得那一个条件的称号之后呢 你就是在ID上面会出现一个幸运的选择 而且是白字 一定是白色的 他不能去改颜色 那以上就是称号系统 然后再来是下一个 就是在龙之谷三叉路的这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很简单 你每天消耗100个叶子 就可以获得这个特殊香 封印香 每天消耗100个叶子 你就可以获得封印香 那打开之后 几率获得杰罗斯的灵魂球 还有飞龙之血 那当然有机会是拿不到 然后你使用这个 这两个道具哦 在三叉路这边使用这两个道具 就可以召唤杰罗斯跟巨大飞龙 然后你打败他 譬如说他这边有写 击杀飞龙之后 击杰罗斯之后 就有几率获得 英雄级的这个技能箱 那这个都是几率啊 但是要注意一点是 召唤BOSS的时候 系统会在世界屏广播 就是所有的人 包括你的敌萌都会知道说 你召唤出这个BOSS 所以他们可能会去抢 所以这个到时候 大家会在那边打架打起来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是预告的 就是Gamma Coupon第二代即将推出 那推出的时间只说五月份会对外说明 但是现在还没有讲 那这个的话 如果依照韩版的经验来说 它是让你再合成一次变身的这个Coupon 简单来说 如果你在某一段时间之内 合成失败蓝变 合成失败红变 那你就可以使用这一张之后 就能再合成一次红变 它会选择最高阶的 那以上呢就是这一个礼拜的这个改版消息 那如果喜欢小编的这个影片 或者是想要收到最新的改版消息 以及攻略的话 记得在影片的右下角按下订阅 那也别忘了按下铃铛 这样才会收到最新的通知 那我们影片先录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拜拜